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Kevin投资2分钟 Hello Kevin,今天市升了779点 成交额有3000亿,破了纪录 你怎么看市场? 其实看到市场由1月份气势如虹 27000点已经升到现在 29600点升幅率是10%左右 其实都行全球的主要大市 看到29600点这些位置 我觉得暂时都会比较波动性 因为始终特朗普退任 在今个星期三之后 拜登就会上飞 在中间可能有其他大的波动 令港股也会受到一些牵连 所以暂时来说 虽然股市仍然是比较好 但不排除之后有些黑天罗事件会发生 所以我觉得持股的可以继续持有 但未入市的话 暂时来说 我都觉得一会走 等市回调之后才再到入市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入市? 你知不知道特朗普退任后 拜登就会上飞 知道拜登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其实拜登第一件事都说了 他第一件事会重新入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是一个全球暖化的协议 这个协议主要是推动环保、新能源、干服、风力的基建和设备 導致美国相关的股票都会大进 導致内地和港股都会受惠 特别是福来德玻璃665 Kelvin 福来德玻璃665 多跌 2.7% 为什么你觉得可以入市? 其实这只股票 之前也冲上去40元 都是一些正常的路条 其实上了这么多 下来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这只股票除了美国国策的支持之外 其实在上年10月到14-5规划的时候 是多过一些地区政府 已经响应了14-5规划 就这个干服和风电的发展 也定立了明确的目标 所以今年来说 那个干服和风电那边的计划 其实都会继续发展 除此之外 其实不单止他们的基本因素 其实都不同的 一些机构投资者 在上年来说 也都买入了这一只福来德玻璃 包括了天赋、南风和富国等 这些基金已经入市了 所以今年来说 今年的价格也会水涨全波 那也挺好的 但是什么价位入口呢? 其实这一只福来德玻璃和信义光临 那个股价也同步进行 叫做齐上齐落的情况 但是看到福来德玻璃的PE 其实比较低 股值也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这只反弹的力度 也比较强些 最近来说 这只福来德玻璃的股价 由40元到差不多32个 买到来都不少的幅度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一刻的调整期 我觉得都是32.5左右 有这些画价位入市 上网都是大概35至37元 这些目标价 所以我觉得基本因素 其实这一只没得谈 大家可以记住这一只股票 多谢你今天的分析 多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收看Kevin投资2分钟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